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感到在地球各地产生的这些新冠病毒的时候 看到人们因着病毒而惊慌 恐慌不定 对未来的惧怕 又看到整个世界的这些变化 觉得对未来真的感觉到很可怕 将来会有很可怕的世界来临 因为受到这些感动 感觉又看到了人的心都在摇动 有一位只要说一句话的话 就有从无到有的创造之伟大能力的上帝 这位上帝说有就有 但是即使听到了这位上帝的声音 也不能警醒的百姓 却因听到了新冠病毒的消息却都警醒了 真的很可笑 所以我接近说 新冠病毒比上帝还有能力 能叫醒处在昏睡状态的福林信徒的原来是新冠病毒 真的虽然很可笑 但是我们的现状却是如此 并且没有不知道新冠病毒的地方 无论是孩子 大人老人 没有不知道新冠病毒的 只要说新冠病毒的话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 世上没有不知道耶稣的人的话 耶稣就会再来了 是吧 所以说现在我们所关心的都是新冠病毒 怎样才能预防不得这病 怎样才能阻止它 既或是染上了这病 又怎样才能增加免疫来克服它 我们怎样才能从这新冠病毒中存活呢 人们都在寻找出路 真正叫我们死的 不是因病毒而死 真正叫我们死的是罪的问题 这远比新冠病毒可怕多了 我们都因罪而死 但是虽然每天吃喝醉 却没有惧怕的心 真是奇怪 没有人清楚地知道 我们受撒旦的数伯有多深 如果认识到 当我们仍然受撒旦的数伯的话 就必死的话 就会立刻去找能医治的那一位 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见到耶稣就可以了 也就是祈求耶稣 向耶稣呼求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要呼求我 我必帮助你们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若得了新冠病毒的话 却没无药可治 因此也许这病更可怕 虽然这新冠病毒会受痛苦 会死的 但是这并不是永远的死亡 最近我看到有许多的人 因新冠病毒死亡 当我起初得知 中国发生着新冠病毒的消息时 马上就起来祷告 呼求主说 主耶稣啊 还不知道福音的 人 还不知道福音而死的那些人 该如何是好 我又不能去 也没有什么方法 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 这病若是扩散到整个世界的话 实在是太可怕了 人命真是薄如指 人正在死亡 却没有人陪伴 葬也不能参加 连父母的面也不能见 只因病送到医院 就结束了一切 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病毒的可怕性 这可怕的病毒 能切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属灵的病 也能割断 所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相互关掉新门 远离人群 因此就出现了个人主义 独身主义 关系因不融洽而痛苦 不管怎么样 看到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时候 想到圣经里已经预言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会有传染病流行 最近牧师们也一直都在讲解这个问题 路加福音21章你记载的这传染病的问题 怀恩人女士也在多处提到了关于传染病的问题说 将来这个世界因传染病之多的缘故 会成为如同传染病的收容所的地方 这就是说以后传染病会接续不断 将来会死人因无药可疑而叹息 无疫苗的病毒 还有若得了癌症 大家也知道没有药的 实际上也没有药 实际可怕的病是无药可治的病 所以上帝给了这个世界一个信息 就是要躲到耶稣里面 当来到耶稣面前听他的话 顺从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保守 使疾病远离我们 我们当这个世界恩典时期结束时 七大灾就会降临 那时候只要在耶稣里面的人才能存活 这就是唯一的生存之路 最近一段时间 教会都通过影像听 牧师们讲道 也就是借着广播 每个星期五 每周安息日都在听 从联合会三域大学里 各位牧师讲得到 虽然今天各位到我家里来的 病友一起分享 如果各位没来的话 我也会通过广播 仍然在听各位牧师讲得到 但是借着这次和 到我家来的各位交谈 得知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痛苦 因内心的痛苦 给我们带来了 癌症 糖尿病等这些可怕的疾病 当我听到这些过去的痛苦的经历的时候 我就知道了一个事实 就是各位都是需要耶稣的人 各位你们是需要耶稣的 为了病得医治 到处去群方子也寻不到的 因人和人之间的不良关系 而得到这罪病 首先罪的问题要得到解决 不然的话就没有能解决的方法 虽然我不知道各位到这里来 要住多长时间 但我会非常认真 仔细地帮助各位 认识这位耶稣 并告诉各位如今 怎样才能得到耶稣的帮助 昨天我也对这位姐妹说过 你要见到这位耶稣 不然你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不要先决定 我在这里住多长时间 等你见到耶稣 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再回去吧 若还没有见到耶稣 就回家的话 家庭问题还会受 因家庭问题还会受痛苦的 我们都是一样的 叫我们受痛苦的是罪 各位的心里 如果有苦恼烦闷怨恨的心 等在你们里面发动的时候 这些全都是罪所做的 这些都因罪在我里面 而有的是罪所带来的 因此当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迅速到能帮助我们 解决问题的罪那里 耶稣那里去 什么要热情带人 要帮助人 帮助灵蛇 要对父母好等 这些都是叫不认识上帝的人 也应该这样做的意思 但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 弟兄之间的离间 嫉妒纷争 怀恨在心等 这些都是罪所做的 这一切都是因罪带来的 只要罪的问题得到解决的话 这一切也都能得到解决了 在耶稣的名字里 有什么含义呢 祂要讲自己的百姓 从罪里救出来 这不是福音吗 这是福音吗 我现在正因罪受痛苦 能救我离开罪的这一位来了 这就是罪大的喜讯 这就是永远的福音 这位耶稣 实际上是存在的耶稣 祂存在 当我在三十多年前 就开始接触许多病人的时候 有抑郁症的 还有精神上有疾病的 他们带着各种痛苦难忍的 难忍的疾病来找我的时候 我之所以能扶持他们 是因为我有可以给他们的处方 如果没有处方的话 给没有处方给来找我的人的话 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呢 或是去找医生 或是有待遇自己解决问题的 但是在我里面 有能解决这所有问题的 还能医治所有疾病的 并且还给我了处方 就是能从深渊当中救我 拯救我并引导我的 叫我按照上帝的圣言的亮光 而生活的主 如今是 如今叫我存活的 这位就是我们的救主 是各位的救主 是我的救主 从深渊中拯救我的这位耶稣 也是各位的救主 是我们所有的救主 要见到这位 除此之外 别无答案 各位到这里来 比在家里有什么不同呢 你们可以在家里这样做饭吃 多晒太阳 运动 呼吸新鲜空气 都能做到的 你们并不是因为懒得做饭 才到这里来的吧 是吧 是因为各位 是因为各自心里 有无法解决的问题 怎么样 无论怎样吃 怎样运动 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是吧 那是什么呀 就是罪 是罪呀 现在各位都有 因丈夫的问题 而来的问题 都有因丈夫而有的问题 因为丈夫丢弃了我 所以得了病 但是想抓住 丢去我的丈夫的话 就会产生矛盾 所以昨天有一位姐妹说 放弃了丈夫 真的放弃了 那离我而去的丈夫 不再去想他了 不再去想他了 我已经放弃了 但是靠自己 去放弃 也是不可以的 知道了吧 这位 这丈夫我认为放弃了 但并非如此 还会再抓回来 昨天晚上 也许又会把他抓了回来 已经决定放走了 但是还是再把他抓回来 所以靠到自己的话 绝对不会放弃丈夫的 所以要放弃丈夫的同时 我自己要放弃 所以要放弃自我 放弃了自我的时候 自我在我里面死 才可以 而不是丈夫在里面死 而是我在我里面死掉 然后使耶稣住在我里面 唯有这样 才能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 并且讲平安赐给我 这恨人的罪结果 结出无药可依的果子 除了耶稣以外 这罪病是无药可治的 可是所有恨人的心 嫉妒 仇恨 自私的心 受压抑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都是罪病 这罪使人得癌症 或是自身免疫力的疾病 抑郁症 这些都是由罪而来的 因此我们为了自抑郁症吃药 为自癌症吃药 吃管解炎 为了自身免疫力 吃控制免疫力的药 吃抗癌药 吃精神科的药 但是却无法解决 不是吗 得不到解决的 所以要治什么呀 治罪病 原因是罪病 我有的时候心里也会想起 恨人的某种事情 也就是将过去的事情 重新再抓回来 然后再想过去 对我如此如此 这些罪病总是会复发的 然后这些恨人的心 在我心里悄悄地发动了 这时候我就会怎样呢 这又是罪在蒙发了 只要我们的视线 暂时丢掉耶稣的话 罪马上就会站起来 所以我们要 每一瞬间 都要再和耶稣 建立永久的关系 若不如此的话 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我们因我们这些 被撒旦所捆绑的罪人 若没有耶稣的话 是寸步难行的 也是无法正常呼吸的 而自怀痛苦 我也同样如此 那罪的问题 已经得到解决了 但是有时候 还会悄悄地涌上来 又将恨人的心 放在我心里的时候 马上向耶稣祷告 各位得胜罪的方法 是要在每一瞬间 当罪侵入的时候 要交通给耶稣 要交通给 医治之能的耶稣里面 耶稣就能 耶稣是医治之能者 明白吗 这个要在每一 在这里要一定要抓住这一点 当我看到各位时 感觉到非常可怜 非常心痛 我在想 怎样才能帮助各位 答案只有一个 我昨天 和一位姐妹通话的时候 当听到她 非常使人痛苦的事情的时候 在想 怎样才能 救这女人 脱离那深渊呢 怎样才能 从痛苦中救她呢 但是她说要来 现在就来了 过去从来没听说过 她要到这里来的 怎样才能救这女人 离开这罪的深渊呢 有这样的问题 有这样的问题 当离婚还是不离婚呢 我说 你等等吧 男人出轨是暂时的 所以只要等 别人的话说起来容易 但当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也是不容易的 但是等等吧 风是要过去的 所以等等吧 但是等待的每一瞬间 是非常痛苦的 回来的话 是我的丈夫 不回来的话是外人 最好是放弃 回来的话 就把她当作可怜的人接纳 不回来的话 永远是外人 还是早点放弃为好 在心里放弃就可以了 但是你人心里 是无法放弃丈夫的 因为丈夫是自己的主人 是我的主人 怎能放弃主人呢 但要替换主人 要把耶稣 要使耶稣灵格在我心里成为主人 这样才能放弃的 因爱受痛苦的这位职士 也要解决这个问题 这并不是虚构的 我现在像 在 我现在所说的 这个不是 不只是理论 也不是 为了安慰各位 在说 无中生有的事 当真正遇到耶稣的话 就能得医治的 我在过去 见过 都见到了无数的这样的事情 最近有一位姐妹 说出她的名字也无妨 她叫石恩美 这位姐妹 各位在推特或者影像上 看到过她的见证 这位姐妹来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治愈可能的人 来到伯特利修养院的时候 在走路 走路都很困难 这位职士 到伯特利修养院来过 是知道的 在那里 从餐厅到宿舍 再从宿舍到教会 是有一段距离的 也有坡度 她非常艰难地走这条路 她根本没有走这路的力气 她的乳腺癌有3.8 再加上一道淋巴还有肺部 因流太大无法手术 医生建议借到化疗放射线时 留缩小以后再做手术 但是只打了两次 这人就完全失去了体力 无法承受了 本人就是很瘦的 根本没有打化疗的体力 身体上有肉才能打化疗 抗生素的 瘦弱的人是很难接受的 因为抗生素的后遗症 饭也不能吃 非常的痛苦 这人带着这种身子来到 来找我质询的时候 看到她是真的是 没有希望 因此我对她说 无论是死还是活 你要见到耶稣 这女人若能见到耶稣的话 或是在耶稣里面得到医治 或是死了也能得永生 因为在这位里面有生命 在她里面有罪得饶恕 得医治的能力 我第一次见到她就对她说 你要见到耶稣 结果这位姐妹眼睛睁得大大的 她之前是长老会的信徒 虽然没有信心 但她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她问我 怎样才能见到耶稣呢 在这本圣经中 这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 这整本圣经都是在说 有关耶稣的事情 耶稣是创造主 又是我们的救赎主 是万能的主 知道了吗 耶稣是万能的主 耶稣是万能的主 在他里面万事横通 是创造这个世界的 当人背逆了创造的秩序 而犯了死亡的时候 为了拯救罪人 解决罪的问题 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 然而复活生在天上的这位 为什么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呢 只要见到这位耶稣的话 就能得救了 但是怎样才能见到耶稣呢 要读圣经 读圣经在圣经当中见到耶稣 长老会的人主要认为 借着梦 借着幻想 借着幻觉 说见到耶稣了 这些都是撒旦的作为 耶稣现在不是通过这种方法 来见我们的 唯有借着真理 借着道 借着真理的灵 灵格在我们心里 只要借着深入圣经话语当中的时候 就能明白真理 见到耶稣 昨天我对这位指示说 睡不着觉 有痛症 有血糖高 吃药 吃药 一会儿吃一会儿不吃 不要因为这是思虑 而是要见到耶稣 这是处方 这是一种处方 这就是答案 对这女人说 最好的处方就是 但是有些人认为 自己应该做什么 才能行 就得不到这处方 只想抓到眼前 能看到的 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 在用眼看不着的地方 所以当用信心之手抓住她 借着主赐给我们的圣言 就是我 借着她的圣言下了处方 这女人真正 照样去做了 因为非常渴慕 因为知道 自己对自己来说 只有这个答案 就开始不断地祷告 听到读经 没过几天 这个人开始 眼睛 睁开了属灵的眼睛 开始见到了耶稣 有一次对我这样说 我为了和丈夫离婚 几年前就开始 独自存钱 因为离婚以后 要独自生活 只要见到丈夫 心就烦 不愿意见到他 丈夫一见 讨人喜欢的事情 都不做 我就问他 工资给你吗 他说工资给我 那就这一件事 你就应该满足了 有的连工资 都不给到丈夫 能把工资拿给你的话 你就当背他了 但是心里很烦 当丈夫回到家里 妻子需要的时候 什么都不帮妻子的话 如果丈夫回家的话 能帮着妻子的话 就能得到很高的评价 但是只把工资给妻子 却什么事情都不做 就得不到妻子的喜欢 这位女人 到了这里 借着圣经中的话语 惊验了耶稣的饶恕 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这样的巨人而始 当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他就开始泪流满面 满面 讲述到耶稣的经验 然后我对他 然后对我说 曾经我恨丈夫的事情 不是丈夫的问题 而是我的问题 是在我里面的罪的问题 正确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 都是因为我里面的罪 然后把罪都交特给耶稣 而悔改了 这样的话 耶稣会取走这罪的是吧 取走了恨丈夫的心 取走了罪的意思就是 取走了恨丈夫的心的意思 你决心放下丈夫的时候 讲这心交特给耶稣的话 耶稣就会取走的 耶稣一直都在呼吁我们 把这些事情带到我这里来 你现在的辛苦 你把你无法入睡的什么问题 都带到我这里来吧 这就是悔改 这罪实在是 你痛苦的话 你要带到耶稣面前 交特给耶稣的意思 是自我死去的意思 放弃丈夫的意思 放弃 放弃 放弃依靠丈夫的心 这就是讲 罪交特给耶稣的话 心里就不再有恨人的罪了 因此心灵就得到了平安 试一试看看吧 怎么样 真的应该试一试 信仰是经验 因此这女人心里就有了平安 后来回到家里 跪在丈夫面前 承认自己的不好 和丈夫讲和了 现在关系非常好 后来和丈夫一起来了 有一次在后山散步的时候 遇见高兴的说 我和丈夫一起 院长我和丈夫一起来了 当我看到丈夫的时候就说 你这 因为这妻子受了不少苦吧 结果她却说都是我不好 完全和好了 那丈夫也是很老实的人 只是不会讨好丈夫 妻子才这样的 其实其他的事情做得很好 女人是非常自私的 很贪心的 只愿对自己好 但是人是很难做到的 以后过了大约三十个月吧 做了见证 她往返于家中的时候 大约过了三个月 做了见证 3.8的乳腺癌 只剩下了红豆大小了 她的见证也许在网站上 或者推特上能看到 只剩下红豆大小了 当然肺部和淋巴里的 也都消失了 现在已经过了两年多了 最近她的灵命很旺盛 通过每天的灵修 明白了圣经的意思 从中见到了耶稣 感受到了耶稣的爱 然后每天都讲自己的经历 写在日记上 自从见到耶稣以后 受到了感动 就开始写日记 讲自己每天的经历 感动写下来 借着日记 安抚自己的内心 有的时候通过电话 要给我读日记 我就听到她的见证 就说那你就读吧 她就读给我听 她就读 她把自己对福音的理解 和受的感动 读出来的时候 我很感动 她对耶稣的认识 非常的深 但我听到 这女人见证时 我受感动 甚至还叫我悔改 真正的成了新造的人 各位现在想和她通电话的话 下午也可以和她通电话的 这人如今非常的感恩 非常的健康 各位知道 真正会有这样的变化的 因此这就是福音 耶稣基督是福音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福音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身体 还是我们内心 有某种痛苦的话 就要尽快地放弃 放弃以后再交托给耶稣 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敏感的 这肉体是有规律的 就是说我们的人体有规律的 也就是健康法则 在我们的心灵里也有法则 也就是良心的法则 在我们的心里 若有违背良心的某种事情的时候 就会痛苦 就如此 经常做到良心 受谴责的事情的话 就会得病 所以当你做了坏事的时候 即使自己不咒诅 那坏事也会起到咒诅的作用的 因做了坏事 受痛苦得病 例如就是这样的 各位走了很远的路的话 就感觉到腿很痛 这是什么呀 是叫你休息的信号 很辛苦的工作的时候 感觉到很累 这是什么呀 身体对你说休息吧 还有在我们体内 我们体内所反应的副作用 如因非健康 觉得头痛啊 头晕啊 痛苦啊 等所有的体内的反应 如摸了热的东西的时候 就会迅速地说 哎呀好烫啊 体内就告诉你 快放手 哎呀冷啊 凉啊 好冷啊 快穿衣服吧 快到脑河的地方去 当我们的身体 有了不适的感觉的话 就立刻发出信号 这就是要马上停止你的行动 其实我们原本不是喜欢现在的这种口感 那眼识的 都是因为口感变了 才喜欢这些 如果我们的口感恢复到正常的时候 当身体有害的食物进入口中的时候 我们的口感 我们的体内立刻就会拒绝 不要吃 食物稍微变质了的话 立刻就说不要吃 只尝了一下就说不要吃 还有同样的食物 早晨吃 中午吃 晚上吃 明天还一吃的话 好不好吃啊 不好吃 为什么呀 不要再进来了 你已经吃太多了 体内已经进了太多了 实在无法处理了 够了 不要再装进来了 不想吃了 中午感觉到很好吃 就留到晚上再吃的话 晚上还想吃吗 不想吃的 身体会调节的 但是我的心很烦 不安 有些恨人 烦人 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内心就会说 是罪 要丢掉 这就是信号 这是罪 因此 如果有活泼良心的话 就不能心怀罪了 但是把罪当作家常便饭来吃的话 良心就会麻木 麻木 这样的话 心里怀罪也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实际上 这也是会痛苦的 无论是做了什么事情 只要心里感觉到痛苦的话 就告诉你不要做了 能理解吗 在良心里有痛苦受谴责 要有谴责的话 就是不要做的意思 所以 我有时候说错的话 叫人伤心的话 我心里马上就会感到痛苦 那时候马上就悔改丢掉 在我心里 里面有上帝 而是 使上帝来管理我们的身心的法则 当脱离这法则的话 就会有痛苦 就会很难 这是什么呀 这是叫我们丢掉停止的信号 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信号 恩典的信息 当我们用非健康 非道的道德的方法生活的时候 家庭会破坏 身体受伤 这就是因为脱离了上帝恩典 违背了上帝放在我们体内的健康法则的缘故 所以这是呼求我们立刻的归向上帝的呼召 有答案了吧 有答案了吧 要找答案的 各位整本圣经都是在说耶稣 所以在圣经无论何处都能找到耶稣 但是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可以没有耶稣 这就是说 无论读什么 读什么内容 而是要看到在其中做工的耶稣 以后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圣经吧 肯定会找到答案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父是永远的父 道也是活泼的道 感谢如今赐给我们上帝的圣言 医治我们 赐给我们能抓住上帝的话语 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 耶稣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